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最令人惊讶的是 在相距不远 编号为66和70的两座贵族物葬中 竟然分别出土了一件被称为下代王权象征的玉智雅章 转过年 同样是在广州市东北郊 距离墨夷山 只有十千米左右的甘草岭 考古队员又从一处原始聚落里 找到了一枚具有典型两种文化特征的玉从 一个是距今五千年前 长江流域最耀眼的文明符号 一个是距今三千五百年前 中原王朝神秘的国之重宝 他们为何跨越高山大河 在几千里外的岭南巨首 华夏文明又是如何毕露蓝旅 在九州大地上四处传播 几件国宝的出现 同时也解开了南越鲜明神秘的过往 广州之所以简称岁 源于一个武仙齐阳赠道岁的传说 因此 广州又被称为阳城或武阳城 神仙赠送道岁 不知发生于何年何月 但关于广州最早的文献记载 却迟到西州中晚期 那时候 生活在珠江口的百岳人 才开始与长江中游的楚人建立联系 从楚庭 这个广州当时的地名来看 楚人分明是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后花园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 广州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有意思的是 考古发掘证明 广州城的位置自古以来始终没有偏移 两千年前的南越王宫 到了一千年前的南汉国时期 又被再次利用 而他们的位置就在今天最繁华的广州城市中心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广州北三环高速的建设迫在眉睫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立刻针对这条横跨两条流域的大型基建工程 投入了力量 2016年7月研究院接到了一个消息 由于种种原因 原本计划年底就要通车的高速路 突然要调整部分线路 正在附近主持另一处考古项目的张西 接到了组织力量迅速展开勘探的任意 调整后的高速公路 要从一个叫墨依山的小山丘穿过 这里正是张西关注的重点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丘陵的港地 它本身海拔并不高 也就那么三四十米 就是它的坡度非常缓 在广州做田野调查 从某种程度上说 要比中原地区更困难 除了气候植被带来的影响 最主要的问题是 有点像今天吊脚楼的 岭南传统橄榄石建筑 在地面遗留的痕迹 往往只是几个 很难被人发现的柱洞而已 都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考古队员的细致和耐心下 他们终于有了一些收获 然后再采集一些就是桃片 再利用一些断面 打一些探孔 就确定了这个地方是一个椅子 受农业生产的影响 一些原本深藏在地下的桃片 被带到了地表附近 根据气形和文史 考古队员确定 至少在2500多年前 这里就已经有了 人类活动的痕迹 前期调查确定 墨衣山拥有先秦遗址后 对照高速公路设计图 考古队员又对后续施工 可能波及的区域做了更加细致的看探 这个区域被他们称为红线范围 就在红线范围内 考古队员意外发现了一些密集分布的墓葬 尽管同属百岳族群范畴 但这些早期越人的墓地 从地表却很难看出痕迹 墨衣山墓地面积不小 进入红线的这部分 就有1650平方米 它应该是生活在这个聚落里的成员 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 才形成的大型公共墓地 和遗址同时代的74座 剩余53座则是后来的历史阶段 打破了这块墓地的环西墓葬 整体布方 大面积揭露的好处 很快体现得出来 当74座古墓 一一呈现在平面图上 不用发觉 考古队员就能发现 墓地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 结合前期勘探及地表清理 通过采集到的一些陶罐 陶符等器物碎片 考古队员已经初步判断 墨衣山遗址的时代不晚于西周 这时期的岭南社会结构 大多还保持着比较原始的聚落形式 但就算这样 墨衣山墓地还是给考古队员 带来了惊喜 在同一个聚落墓地中 墓口面积更大 意味着墓主人生前地位更高 在墨衣山墓地 等级高的聚落成员被安葬在高处 其他人则依照等级高低或亲缘关系 依次分布 可是接下来 考古队员并没有马上动手 发掘这些先进墓葬 而是先把混杂在期间的晚期墓葬 逐个清理掉 排除了这些干扰 在探方工作面上 墓葬开口之间的层位关系 一目了然 他们发现除了35号和65号之外 几乎所有墓葬的开口 都处在同一个水平位置上 看来墨衣山人 已经有了十分讲究的葬制和葬俗 在绝大多数只有2米长 1米宽的墓葬中 长3.2米 宽1.4米的70号墓 显得有些鹤立鸡群 距离70号墓东南方 只有6米远的66号墓 虽然规模略小 但也有3米长 1.3米宽 当发掘工作全面展开后 张希几乎盯在了 正面展开后 这两座大墓的墓坑旁 依靠简陋的工具 墨衣山人竟然在难以撼动的 风化基岩层中 把70号墓挖到了2米深 考古队员逐层清理 杀至填土 在1.5米深墓坑东北角 突然有了发现 就出露了第一件的大口尊 然后这件大口尊的出土 基本上是给了我们 一个比较大的信心 大口尊 是一种新时期至商周时期 比较流行的敞口容器 形似今天 人们用来腌菜的坛子 只是口言更加夸张 在文化层层位关系简单的墓衣山 有了这件陶器 考古队员就有了分析墓葬时代 以及文化类型的基础 继续清理 考古队员又在大口尊旁边 发现了一件陶钵 大口尊和陶钵被摆放在一起 在考古靴上被称为器物组合 同一个文化类型中 器物组合会遵循一定的规律 看到眼前的情景 考古队员对揭开墓衣山的秘密 有了更大的信心 拍照绘图过后 考古队员开始提取这两件文物 但此刻 他们根本不敢像在中原地区那样 用手去一片片剪实 因为在酸性红壤里掩埋了几千年 曾经坚硬的陶片变得酥脆 队员们只能连着周边的泥土一起打包 带回室内再进行修复 收获了第一件器物后 很长一段时间 考古队员都没有新的发现 同样因为酸性红壤的缘故 藏具 人骨都已经腐朽消失 考古队员只能寄希望于木坑底部 还有一些小件器物留存 当七十号大墓的清理接近尾声时 在雾坑中央 考古队员中午有了新的发现 而且那天发现是在下午 都四点那一钟了 当时一个技工师傅在里面清 清到的时候就觉得 这件东西应该不一般 可能是个玉器 尽管因为使用普遍 淘气成了学者们 区分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工具 但对现场发掘者来说 谁不希望能有更珍贵的文物 在自己的手中重见天日 意识到整个墓地 第一件玉器就要出现 考古队员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 特别的高兴 然后就盯着这一件器物 它就拼命地来清 然后一直清一直清 直到把那个梯形环 上面的那一部分 整个露出来 我们很明确了 出了一件玉环 因为在中心部位 有一个明显的凸起 这件玉环被考古学期 称为游岭玉环 根据学者推测 此类器物应该起源于 去清四千年左右的陶寺文化 其作用使其装饰和战场防护为一体 后来游岭玉环被商人继承 包括富豪墓在内 不少商代统治者 位于殷墟的大墓 都出土过类似奇物 难道说七十号墓的主人 也生活在这个时代 可是这样一来 文献中岭南粤人 直到西州中期 才跟处人有所接触的历史 就严重偏零的事实 游岭玉环出现后 夕阳西夏 持续了一天的紧张工作 以宣告结束 当天晚上就赶紧地 又加派人手 我们因为要在野外 安全肯定还是第一位的 首先还是要把这个 安全的工作 我们要确定好 然后第二天 赶紧地再继续看一看 整体的情况 第二天一早 七十号大墓的发掘 继续进行 珍贵的玉器 接二连三不断出现 因为人骨不存 一开始 考古队员只能判断 七十号墓 使东西朝下 但是 当一枚尔当 和一组环形浴室 出现在坑底西端时 考古队员终于清楚 墓主人下葬时 头膝角冬 除了颈部以上 带有多件玉器外 手腕上 还套着那件游岭玉环 享受着与商朝 王室成员类似的待遇 七十号墓随葬玉器中 耳当和环形浴室 十分常见 游岭玉环 也偶有耳闻 但是 当一枚长15.9厘米 宽4厘米的 长方形浴器出现时 考古队员 却感到 惊讶莫名 随着这个 他们发掘了深入 最后确定 这是 牙张 那么这个是大家非常惊喜的 非常惊喜 因为牙张的出现 在这个考古学的研究上面 它具有这个特殊的意义 虽然说在学界上 对牙张的用途 有非常多的讨论 然后有说它是礼器的 有说它是兵器的 然后 应该是说 用途很多 但是大家都很认同的一点 就是说 牙张它是一个 代表着理智的 这么一个东西 在代表着下文化的 二里头遗址 在神秘的古属三星堆 金沙遗址 在新世纪横枯出世的 时髦遗址 都有牙张的身影出现 因为牙张造型繁复 制作工艺复杂 而且很多食物 气形硕大 又常常出现在 核心遗址的核心区域 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 它就是下代最重要的理器 即夏王朝的王权象征 在夏文化研究扑朔迷离 瓶颈始终不能突破的今天 已经有学者在不断呼吁 牙张应该就是解开 夏文化之谜的那把钥匙 那么就是说牙张在中国古代历史 特别是夏商时期 它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 象征着中国古代礼仪制度 中国古代尤其是夏商这段文明探索的 一个重要的一把钥匙 重要的一把钥匙 所以呢 这在广州能够发现 那么大家是非常 这个 一是惊讶 二是欣喜 三是激动 为了加快进度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早已尽最大的可能 为考古队补充了人手 七十号木有了重大发现后 大家瞬间开始 关注其六十六号木的发掘 由于深度只有一点五米 六十六号木的清理工作 很快进行到了目的 让考古队员激动的是 这里果然又出土了一枚 珍贵的牙张 当人们开始尝试提取文物时 才突然发现 那两枚异常珍贵的牙张 竟然呈现出一种极其诡异的状态 不是都非常严重的 我们拿起来都非常小心 我们这个的话 看着它样子 整个气形都还在 但是你稍微用力一点 一碰它 它就会断了或者掉了 几经周折 在文保小组的努力下 牙张终于顺利出土 利用仪器进行的成分检测也显示 两枚牙张都是纯度很高的软玉 极有可能也来自遥远的新疆和田 除了历史价值惊人 出土过程曲折 墨衣山牙张还有一个神奇之处 66号目随葬的这枚牙张 长20.5厘米 但宽度只有2.4厘米 因此显得更加修长 发现后不久 考古队员就注意到 它已经断成了两节 一开始考古队员还以为 这是下葬时不小心 甚至故意摔碎 或者是后期被腐朽坍塌的 棺木压断 毕竟类似的现象 在发掘现场都曾经出现过 可是到了提取阶段 人们却在牙张的断裂处 意外发现了古人钻孔修复的痕迹 这中间断开 需要用神类的东西 去给它做一个穿附 结合在一起 2017年1月 墨伊山墓地的发掘 全部结束 74座同时期墓葬 只有这两座出土的牙张 根据隋葬陶器的类型分析 考古队员得出了 遗址属于伏兵文化 墓地形成于距今三千多年前 商代晚期的结论 两枚年代明确的牙张 也成为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首次发现 伏兵文化是一种风格独特 特征鲜明的 先秦时期文化类型 主要集中在闽南 越东地区 墨伊山伏兵文化聚落 和墓地的发掘 为解开南越鲜明 神秘的过往 提供了一个 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文化的传播 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通过这一拨人 传播给另外一拨人 那么这种就是说 属于文化的 强势文化的 逐渐的向外影响和传播 夏商时期 尽管在中原一带 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政权 但依然是一种 松散的分封制管理 以往人们一直以为 这一时期 中原与南越的联系 若有若无 中原文化 仅仅是通过 长江流域的其他文化 对岭南地区 产生了某些间接影响 另外一种 那么它有可能是 同时伴随着 其实同时伴随着 人群的迁徙 人群的迁徙 那么在 不管是属于哪一种 或者是两种交织在一起 那么最后 它形成的就是说 文化 它的不断的一个 一个传播影响 牙张这种特殊的玉礼器 不太可能是 墨一山这样一个 即使在伏兵文化圈 都不属于核心区的 普通聚落 所能制作 它的出现 更大的可能是 某位中原来客 随身携带 一些学者认为 距今也是三千多年 同样位于中原之外的 三星堆 金沙遗址 之所以出土牙张 很可能是 政权灭亡后 下朝宗室贵族 将食物或技术 带到了巴蜀 与此对应的是 在商王统治的区域 数百年中 牙张再也没有出现在 贵族墓葬中 这正是学者们推测 它是夏王朝 王权象征的依据之一 商取代了下 那么可能在核心地区 这牙张不见了 但并不代表着说 因为商取代了下 那么它的牙张 就在我们这个 中国古代文明的 这个核心区域就消失了 而且是相反 它在周边的地区 它是商城 还存在着 不断地影响和传播的过程 可以想象 当年四处逃亡的 贵族队伍中 有一只辗转来到了 今天的广州 并在墨衣山 这个位于浮兵文化边缘的 聚落隐居了下来 66号和70号的牧主人 很可能就是下王的两位后裔 牙张就是他们特殊身份的一种证明 两位王子故去时 虽然也按照当地风俗埋葬 但牙张却依然被贴身存放 这个发现 彻底推翻了文献资料中 南越族群到了西州中晚期 才与楚人初步接触的记载 牙张的出现 意外揭示了广州 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让珠江流域与黄河流域 跨越长江 紧密联系的历史 向前推进了好几百年 一件文物 一座墓葬 一处一址 他们虽然不能呼吸 不能言语 但却依然能透过考古队员的努力 还原一个历史片段 最终拼合成一部 灰红的长卷 随着牙张的意外出土 在结合以往的考古发现 广州历史的史前阶段 终于清晰起来 那么进入到夏商这个时期 我们直接见到了中原的因素 那么在商代中晚期之后 我们开始又接续了和长三角地区 原始祠的这么一个传统 那并且接受了之后 从西中我们说到春秋中期 它还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这个认识意义深远 因为它恰好解释了广州 英河能领先周边其他地区 进行了一场划时代的变迁 每一项工作都有可能填补空白 每一个发现都有可能载入史册 实务证据把文献历史中 岭南的对外交流提前了数百年 但令人意外的是 广州与中原交流进程的开端 其实也不是下商 紧接着的另一个发现 竟然又把它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017年1月 墨衣山墓地的发掘终于结束 到了7月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接到了另一项任务 配合中兴知识城 施龙大道的施工建设 2015年8月9月 8月到9月2个月的工作期间之内 我们就已经确认了 施龙大道这个施工沿线 经过的区域 有两处先行文化遗充分布 当时就是比较明确的 就是一个是查岭 一个是沙岭 2017年8月初 查岭沙岭遗址考古队 刚刚进场展开工作 考古队员竟然又一次 接到了部分路段改线的通知 对于公路建设者来说 或许改线司空见惯 但每一次改线 都能促成重要的考古发现 这样的情形 就不知该归结为幸运 还是偶然了 它的那个线路稍微做了调整 调整过这个区域 我们又发现了干草岭的这个遗址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配合这个中心知识城 施龙大道的建设 我们同时开展了这个 查岭 干草岭和沙岭 这三个先行遗址的 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工作 2017年8月中旬 查岭遗址的发掘率先开始 6000平方米的遗址区域 有3113平方米需要发掘 在发掘区域的西南角 考古队员先确定了一个基准点 在利用实时动态测量仪 布设了30多个 10米乘10米的标准探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新世纪时代的晚期的遗址 那么这在广州地区都很难遇到 就是保存这么完好的这个遗址 所以我们一开始 我们是选择了边缘的这个区域 不是它移从分布的核心区域进行发掘 随着发掘不断展开 考古队员在三处遗址都有了重大发现 原本以为是以居住址为主的查理 考古队员不仅找到了 300多个干栏式建筑留下的柱镀 以及130个各类灰坑 还陆续清理出了174座同时期墓葬 在临近的甘草岭 新时期晚期至战国阶段的墓葬 也有170座 沙岭则发现了春秋时期墓葬69座 宋墓2座 明清墓26座 有了这个认识 考古队员把目光 首先聚集在了查理和甘草岭一线 不管是这个查理还是甘草岭 那我们明显的就是看到 它基本上都是属于新时期时代晚期的 这么一个大的时间段里面 它既有比较多的 甚至可以说是密集的墓葬分布 同时含有数量众多的灰坑 教学主动这个分布 那么就是从大的时间段来说 它们是属于一个大的一个时期 岭南的信使时代 也就是大量信息被载入史册 开始于秦末汉初 通过墨一山墓地的发掘 考古工作者已经意识到 在此之前的商代晚期 岭南地区就已经在中原文化 间接影响的基础上 开始有了族群层面直接的交流与融合 如今年代更早的查理甘草岭遗址被发现 又拥有种类如此丰富的遗存 考古队员会不会有新的意外收获呢 带着探索未知领域的兴奋 考古发掘持续进行 在查理墓地 众多墓葬刚刚进行的墓口清理阶段 考古队员就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它存在的叠压打破关系 多数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那个什么 柱洞有打破灰坑的 有打破墓葬的 那么可能就是说这个居住类的这个遗存 它的年代可能 绝对的年代可能要晚于这个墓葬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考古队员首先尝试还原居住值 民居建筑的风格应该能提供不少信息 可很快他们就发现 这个设想根本无法实现 很遗憾就是说我们现场 我们这种考古发掘的情况来说 我们没办法能够把它 就是说它的排列组合 没办法能够分清楚 基本上来说 因为它都是开口在一二层之下 它的那个排列就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 它显得非常的就是没有规律 居住址的还原遇到困难 考古队员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墓葬的发掘上 可是当一些规模较小 埋藏较浅的墓葬被率先清理到底时 随葬器武呈现出的状态 却令人大失所望 和墓衣山不同 这些墓葬看不到随葬器武 只是在坑底铺着一层碎桃片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就是陶器的这个碎屋葬的一个习俗 那么这个习俗跟那个越北石下文化 也很多次相同的 就是说它会有意识地把陶器打烂 铺在墓坑底部进行随葬 与中原地区的碎屋葬不同 一些越人墓葬也有碎屋现象 但形成原因完全不同 在广东省北部的北江东江流域 考古工作者发现 这里的石峡文化墓葬 大部分都经过迁移 也就是考古学中所说的二次葬 墓葬迁移过程中 石峡人会把第一次埋葬时 被压碎的随葬陶器碎片 一起转移到新的墓葬中 而且往往会再随葬一套器物 那么埋葬在查岭的先名 是深受黄河长江流域文化影响 还是说这里根本就是 石峡文化的一个边缘聚落呢 与墨衣山类似 查岭墓地也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异 小型墓葬分布在外围 地势较低的区域 中心则是高等级墓葬 随着起座高等级墓葬 被清理到底 查岭人的秘密终于出路端倪 随着墓葬规模的提高 不仅随葬器物数量有所增长 而且这些器物还呈现出一种规律 这个是M1的4 五六件器物往往形成 顶 豆 罐 斧 这样比较固定的器物组合 到了整个墓地中心等级最高的一匹墓葬中 除了陶器还出现了石制和玉制礼器的身影 查岭墓地出土的玉器包括玉月 玉环 玉镯 玉串事等 个别陶器上的彩绘图案也十分罕见 但是最让考古队员兴奋的是 他们终于发现了一部分虽然碎裂 但却没有分散的陶器 查岭墓地 部分墓葬存在与石峡文化相同的二字葬现象 陶器类型反映出的文化面貌 似乎也属于石峡文化的范畴 但奇怪的是 包括所有的玉器 石器 以及陶器中的陶顶在内 都和石峡文化其他遗址存在差异 查岭人究竟来自何方 他们会不会也像沃伊山一样 因为族群成员在某个时刻的某种变化 才有了相应的改变呢 阳城南越鲜明的过往 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